自从我懂事以来呢 SUV里面最好卖的就是Honda CR-V 自从90年代呢 CR-V一直都是最好卖的SUV之一 然后来到今年的2024年呢 这一台就是全新的 第六代的Honda CR-V的RS版本 它也是EHAB的 也就是Hybrid的版本啦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台车 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记得先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们开始进入影片 首先看看这个前点设计 很明显的它已经是跟足了 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流行的元素 也就是说简单而且尖锐 中网跟头的呢就连在一线 看起来是非常的Sporty的 然后整台车呢很明显的看到是 车头车尾跟车侧呢 都是用黑白相捡的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化了 再来看看它的车侧 C级来说呢 就是C-Segment的SUV 它算是最长的 接近4700mm的总长度 所以可以想象到里面是有多么的宽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户外活动的话呢 这台车很贴心的 还有这两个Roof Reel 你可以再加装一些枝干的 你就可以放你的露营帐篷 还是你放脚车的都可以 所以这台车就是一台很好玩 也很实用性的C级SUV 那么一台很适合家庭用的C-Segment的SUV 一定最重要的是里面的空间 所以里面的空间大小呢 就在乎你这台车的轮轴 轴距有多长 这台车是2700mm 所以是非常的足够的长度的 然后再来看看就是车尾的设计 那车尾呢就是最最争议性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台车干脆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这台车很像Vovo 到底是谁超谁呢 不过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很美 然后就是看看它的这个后面的logo呢 因为它是E-Half 它是Hybrid的话 它logo就跟Dotta一样也是一个蓝变的 强烈的给你讲明 这台车就是一台Hybrid的CRV 再来蹲下来看一看的话 这有一个双排气管 不过其实这个是装饰而已 它的排气管只有在这一边 那假如你双手都很忙拿着东西 可是你要把它放去行李箱的话呢 这时候你还可以用脚 这样子挥一挥它就会把它打开 好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行李箱的空间 其实是蛮大的 我可以讲是同级中最大之一 因为这个可以放四个大的行李箱 再加两个小的行李箱都没有问题 那么推动着这台那么帅气的Family Car 它的Honda CR-V RSEF呢 它的引擎是来自IMMT的技术 2.0公升的混合动力 搭配的是ECVT 所以呢你在换挡的时候 是完全是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到它是在换挡的 然后呢这一台混合动力 跟平时的Hybrid有所不同的 就是它不是Plugin 而且呢它的引擎主要是拿来做 Generate你的Power 主要是你在行驶的时候呢 它是更加多的时间 是在全EV Mode的模式的 所以刚才我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这台车 即使它比EV Car更安静 然而这台车的总动力为 184匹马力 335Nm 它比CV多了一点点的马力 可是因为它车身重 所以呢零百加速 它比CV慢一些些 9秒才可以完成 身为一台最受欢迎的家用SUV 汽车的安全系统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这台车 有所有的Honda里面 最先进最高级的安全辅助系统 再加上这台车有8个Airbags 除了安全之外呢 这台车也很讲究 车内的那个环绕系统的那个享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音响呢 用的是POSE BEST OF SOUND EFFECT的这一个环绕系统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主机呢 还可以搭配我们的Apple CarPlay Android 还有下面这里 还可以给你充电 这台车还有这个DRIVE MOOD 可以给你选择的 如果根据你的心情啊 你想要SPORT MOOD 或是你要EQUAL MOOD 你都可以自动去做一个调整 再来就是有一个HILL ASS 这台车你还可以把它开去 一些LIGHT OFF路的地方 比如说你要去露营 去钓鱼啊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 DRIVER SEAT跟PASSENER SEAT 两边呢都配有这个电动座椅的 而且呢在DRIVER SEAT这里呢 你还可以 有MEMORY SEAT 两个设定可以做选择 那么其实它的DASHBOARD的设计 跟HONDA SEWY FE 最新的那一款呢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这里我发现有一个Button 就是因为这台车 它是主要的是Hybrid 就是安静的行驶模式 那么如果在外面车外有人的话 他们可能就不懂这台车 再经过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Button 你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有一个叫做 Acoustic Vehicle Alerting System 就是外面的人也知道这辆车在经过着 它有给你一种Alerting的声音 大家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 除了车内的人的安全保障之外 车外的人也是在考量里面 来到汽车后座就是整台车的重点之一 应该是转最重要的地方 首先就是这个门 打开的时候呢 可以打到90度 从这个位置进去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容易的 很适合老人家或者是小孩子 再来就是这个椅子哦 竟然它还可以前后的移动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坐上这个椅子呢 这个其实还可以调 那你可以调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呢 就完全就是可以一个睡觉的角度 然后里面的空间感 然后后座是很舒服很宽的 我181cm我坐在这里呢 我感觉是很宽阔 如果你是比181cm矮的话呢 这里是完全没问题的 要是你185cm以上的话 其实这里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里可以坐三个人 同样赛息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腿部空间这里呢 两个拳头没问题 然后这里是平整的 所以坐中间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然后这里呢 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Type-C的快充 里面的空间感 给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小压迫 因为它的顶跟它的柱都是黑色 不过有些人呢 却会喜欢这一种 因为感觉比较时尚 比较Sporty 那介绍了这台 Honda CR-V RS的外观和内装之后呢 到底这台车开起来是怎样感觉的 现在我们继续试车 走 这台车的车呢 有360 camera 所以如果每次你要开车的时候 你可以先看看这里 看你的周围是不是都安全的 方便可以走的 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的试驾 今天的这台呢 它不是1.5 Turbo的那一款 它是2.0 NA Hybrid 就是E-HAF的 所以呢 它的那个车肯定是很安静 不过除了很安静之外呢 它另外它有一个新的科技哦 就是感觉好像那种 Noise cancellation的那种科技 它是用另外一种音波 Speaker的音波 来给它打回它的那个声音 所以你就感觉到完全没有声音 是从引擎背过来这里的 这东西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开到第六代的CRV 它就跟平时的CRV有一点不同了 里面的质感大大的提升 外观呢 也不是那种 好像买菜车的那种很闷的那种感觉 它就整台车 里里拜拜都已经是 好像一个refresh了 如果坐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它的高度 一般上跟CX5是差不多 一样的高度 所以你的视野是差不多 不过呢这台车 如果你要parking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台车 感觉比较长一点 可是它的那个数据又是差不多而已 可能它里面的空间是比较宽的 不过很少人会拿这台车的空间感 来跟Mazda来做比较 因为懂车人都懂 Mazda本来空间就不是它的主打 然后这一次它的这一台Hybrid呢 它不是辅助系统 它是变成Hybrid的那个电子E-Motor呢 它是变成一个主轴了 就是engine反而变成一个配角 engine就是把它充电的一个角色而已 就是一个好像generator这样子 把它充电 然后更加多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看到那个电流是怎样走的 在Mazda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这台车是完全是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用存电的方式在走着 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 非常非常的省油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安静 因为这台车它并没有double charge 所以很多人说会不会没有力啊 怎样的 可是我是 我想跟你说就是 如果是Hybrid的话呢 它的电动马达的那个instant torque 反而它的那个力的那个感觉 会比double charge 来的更加厉害一点 那当然它除了舒服跟舒适 还有那个隔音好之外呢 Power也是它们的主打之一 所以这台车其实如果你要它更加instant的那个输出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drive mode调去Sport 这时候我们的引擎跟我们的电动摩托呢 它就会发挥最大的那个功效 就是那个反应 所以等一下我们下台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台车 在直线加速跟进弯的时候的那感觉会如何 那现在我是Sport的模式 可以听到整台车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的 就是那种 那种 那种 那种声音 OK 那个反应那个感觉是立刻来的 我们尽量就在比较空淡一点地方 再来做加速 我现在可以终于可以听到引擎的声音了 OK 说真的它车速没有讲很impressive 就是可能它就是比较慢一点的climb up 不过它是蛮稳的 ECVT的好处就是它的东西就是 你完全感觉不到它在换挡 比CVT更加滑顺 现在在这个弯路里面 其实它的body roll也是很minimum的 很少而已 所以乘坐起来感觉不会觉得好像东外西岛这样子 乘坐的后面呢感觉也是比较会舒服的 当你很靠近前面的车的时候它就一直会显示 它显示的同时就是它的head of display那边会做一个显示 就是说你跟前车距离太靠近 然后你的这个仪表那边它也是会显示的 那么总结来说呢 这台车真的真的很适合作为一台family car 因为呢它并没有那种很硬朗的底盘 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很冲的那种马力 就是那种加速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在一家人一家大小的话呢 这台车是真的一台很舒服的SUV 再加上如果你拿的是2.0RX的这个eHealth的版本的话呢 更加安静 乘坐车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有小孩baby的话呢 在车里面它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至少它不会哭啊不会闹这样子 因为车舒服安静 刚刚我看到那边有数据写 它一个满缸哦 再加它这个eMotor的这个混合的话呢 它满缸它可以走一个大概700多800公里 哇我真的是想不到这台Honda CR-V RS E-Health 是这样的安静跟舒服的 那么这台车的它的落地价是195900 车有给你5年的保障 是unlimited mileage的 再加上因为它是hybrid 它再给你一个半年的hybrid battery的保障 也是unlimited mileage的 那如果现在你在找着一台车 是载你的家人 你最爱的家人的话 你要的是一台是安全性跟可靠性 还有就是以后我再卖出去的保值率也高的话呢 不用看了啦 买它就对了 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的观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